各位女生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我們看完三段影片再說 時間不夠啦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王子出場 I need to try to control you Look into my eyes I own you I'm gonna move I'm gonna move I'm gonna move 你好 歡迎 廣告導演 你是很兇的導演嗎 沒有 演員太白目 我才變兇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畫...影片裡的那個 導演要求你 要擺出導演的威風來對不對 平常常都會這樣嗎 不一定啦 因為拍片之後就是時間跟錢 但如果演員演得不好 交一次 交兩次 交三次 總會有點小脾氣 就是這個... 有時候要使出非常手段來 對不對 加減 加減 非常的老實 來 請你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各位好 我叫侯冠廷 我今年31歲 我175公分 80公斤 然後我現在的... 我是巨蟹座 然後我現在工作是個廣告導演 那我最近比較特別的話是 我為了迎接下一段的感情 我從96公斤瘦到80公斤 在三個月內 對 相片 來 好 全盛時期的相片 哇 好可愛喔 這個...這個就是90公斤嗎 96 96 對 對 那去那個大陸玩的時候拍的 其實還滿...還滿可愛的喔 是不是 廣告導演 大家對於我們王子的... 卡片啊 卡片 卡片 對不起 我也忘記了 沒關係... 對 這很重要 好 你們是瞎鼓掌還是真的知道是誰啊 知道啊 好 誰問我是誰的 還是我們自己工作人員問我是誰 各位女生對我們的廣告導演 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不錯喔 你知道這個狀況算還不錯 沒有 就甘心 謝謝各位 好 來 誰要告訴我滅燈的原因 他的職業讓我覺得說 他應該是一個很有才華 然後很有想法的人 那通常呢 這樣子 很有想法的人呢 就會比較難溝通 對 因為我之前有過類似的經驗 謝謝 我是比較大男的一年級 你還謝謝 他並不是在誇獎你耶 他並不是說 這雖然是優點 可能也是一個相處上的缺點 要虛心接受 要虛心接受 所以你是有這個問題嗎 你覺得 固執的時候很固執 可是這個 我們不是講工作的狀態 是平常相處的狀態 平常相處的狀態 會比較注意小地方 譬如說 譬如說 這有點瞎耶 瞎 我最愛瞎的 沒有 譬如說可能牙膏 那種從中間擠的 我會怕 你喜歡從後面 從屁股擠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會對於生活裡的 一些小細節 可能大家覺得 沒什麼 可是你會很在乎 因為我覺得 小事才要去在乎 因為小事就是因為不注意 才會犯大錯 對 來 還有誰滅燈 有沒有滅燈的人要告訴我 我喜歡 外型是比較 比較帥一點點的 他會比較 對不起 我不夠帥 就是 有點像 比較像我一樣 久久不講話 講話就給人家 傷久久啊 我那邊不知道該說什麼 沒有 那邊很會開始 沒有 真的很會講 沒有 我覺得他長得比較可愛 我比較喜歡就是有點 對嘛 妳這樣講就對了 因為其實帥的定義 因人而異 對... 有的人覺得很高 很瘦 那有的人喜歡 像你這種比較可愛 他原哥很帥 我是可愛的耶 真的嗎 沒事... 好 這個滅燈的 發表完意見了 亮燈的也不少 他的優點在哪裡 告訴他 雖然王子不高 但是他很穩重 讓我覺得就是他很穩 讓我覺得就是 這不容易耶 因為他的要求他是希望 因為他178 他是希望男生要180 你一狠起來沒有180 我心裡有180 對啊 你有內心的180 他看到了 而且我也會很注重那細節 我牙膏一定得往後 從後面開始擠 而且我自己的擠完 我一定會幫男朋友擠好放著 謝謝 真的 我們輸了 好 剛剛想要米妮 因為我覺得他從96公斤 減到80公斤很棒 不容易 然後我也還滿喜歡減肥的 這是一種興趣啊 你們平常攜手減肥是不是 對啊 剛剛還有誰 沙姿嗎 我就是沒有人提這個問題 可是他不是說導演嗎 對 因為我是戲劇系的學生 而且我的目標就是演員嘛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就是覺得話題 就可以就是有很多東西 你是想去拍廣告是不是 我是想到電影的演員 想到電影喔 然後就是 拍廣告是第一部啊對不對 對 OK 然後就是話題就很多 你們兩個有共通的話題 你是學這個的嗎 其實不算本科系 你是半路出家 對 進社會之後才開始慢慢從助理 OK 我想了解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作品 可能大家看過的 廣告作品 我的都是屬於比較商業型的影片 什麼叫比較商業型的影片 會在電視上播放嗎 會 在購物台 購物台 OK 好 產品性的影片 所以看購物台的應該就了解 他拍攝的東西的狀態了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廣告導演 他的生活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平常放假 我都喜歡待在家裡面 看一些影片來尋找靈感 而我本身最喜歡的是古裝具 因為自己一個人住 所以呢 平常我喜歡找一些朋友 一起來家裡面 那我就會自己親自下廚 煮一些小菜 簡單的菜 帶在一起吃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種 大家聚在一起料理的感覺 我喜歡文靜 善良 好相處的女孩子 有機會呢 讓我親手下廚做幾道菜 讓妳來第一場看看 怎麼樣 不文靜的都滅燈了是嗎 蛤 又不善良 對不對 所以不文靜跟邪惡的都滅燈了 不要急啊 我不是因為剛剛影片滅燈的 我是因為聽到剛剛他講說 他很在意小細節 就是像牙膏這一件事 就是我是私底下生活還滿隨性的 就是我不會注重那種小地方 可能生活上有一些衝撞 來 酷酷 我喜歡就是一有空 就空閒的時候 就可以跟自己的男朋友去外面 然後最不喜歡待在家裡面 尤其是看古裝劇 對耶 看古裝劇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 好 還有幾位留著真的 仲慈 就是剛剛看到他會做菜 有加分了 然後因為我平常自己本身在家 有時候也會做一些家常小菜 所以就是覺得 如果有機會可以切磋廚藝 切磋廚藝 你腳那麼客氣喔 聽出來了 都是簡單的菜色 那你做簡單的 他做比較複雜的 這一桌各式各樣的菜色都有了 好 優蕊嗎 我覺得他會做菜這件事情 是很加分的 然後加上 我有時候試一下比較安靜 所以這也是 我們可以一起安靜 而且我也喜歡看古裝劇 你喜歡看古裝劇啊 那你會不會做菜 不會 沒關係 你做 他好開心 終於可以好好表現一下了 好啦 留登的幾位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來看看 最緊張的一段 王子的推薦 我覺得我堂弟呢 他有滿多的優點啊 就比方說他從小就很獨立 那也很照顧家庭 對父母都很孝順 那他也是一個 很有責任給的男人 所以希望呢 大家可以支持他投投票喔 謝謝 還不錯... 誰滅的... 為什麼滅燈 沙茲 因為剛剛影片說 就是他從小都會 就是很顧家裡嘛 很顧家 顧家 可是我之前有一種經驗就是 顧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顧家到我就是 對我有一點點壓力的經驗 對 因為男生太顧家 會讓你有壓力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因為 這是台灣 我是日本人 就是 有一些習慣不一樣 那時候就都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 對 有時候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越來越大 還有誰 妳也滅燈了是不是 來 因為 因為獨立啊 又大男人啊 我不是很能接受 我一定會跟他吵架 然後雖然炒飯真的很吸引我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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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獨立啊 是我 是我容易會錯意嗎 好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可是 有些事情不用說得這麼明白啦 好 了解... 好 優蕊 愛麗絲 仲慈 凱特 四位亮著燈 現在到了王子的選擇的時候啦 這是今天的第一位幸運兒 好 現在你要去滅掉兩盞燈了 好 可以了 請開始 加油 我先請兩位女生 做一下自我介紹 讓妳了解她的一項 好不好 來 愛麗絲先請 王子 妳好 我是愛麗絲 然後我今年31歲 那我從事是服務業 然後其實跟妳一樣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個 滿有個性的人 所以 那因為我覺得彼此的成熟度 可能來講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這樣 好 來 優蕊 妳好 我是優蕊 然後我也是服務業 然後 我覺得有時候我會比較浪漫一些 然後是我會比較喜歡在家裡 然後我覺得在家裡我們覺得 我覺得我們可以很協調在 處在同一個空間下面 對 對 她剛剛有講過她的一些這個 特色啦 她看片我做菜 你有記住我 她喜歡看古裝劇對不對 好 現在王子要對兩位提出一個問題 你的問題是 好 如果 先假設 假設我們住在一起 好 那我今天下班 太快了 好 沒關係 假設 假設 對 那我今天下班回家 今天很累 然後你一回家 你就看到我的臭臉 就是我今天不想講話 也不想笑 但你又想跟我有互動 奇葩臉 那如果你要用撒嬌的方式 來跟我有互動 你會怎麼撒嬌 示範一下好了 好不好 示範一下 我們要請王子過去嘛 來 王子 你先到愛麗絲的旁邊 對 不要擺臭臉喔 好 擺臭臉喔 好 我來遠觀一下 哇 行動劇耶 好臭喔 怎麼了啦 沒有了 講一下嘛 今天老闆就幹給我了 老闆怎麼幹給你 就 又不是第一次 又不是第一次喔 那你幹嘛生氣啊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他講完自己笑的 男生沒笑 你自己笑 好像有點道理 讚讚 好 是 優蕊 加油 加油 開始了吧 開始 你幹嘛不好心情 沒有 今天客戶那邊 有點機車 是喔 對 為什麼 跟他說了 他又不聽 一直知道他的意思做 嗯 你開始好好笑 超好笑 快笑一下 笑 笑不太粗啦 不要生氣嘛 拜託 我又不是生妳的氣 好啦 沒關係啊 就不要生氣 要開心 做人就是要開心 要活在當下 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開心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好啦 好啦 對不起…我應該對妳 怎麼感覺妳像太太 活在當下了 來…導演 這邊請… 哇 慈禁的師姐在這邊出現 要活在當下享受世界 謝謝了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一刻了 兩位裡面 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 到中間接受大家的祝福 好 王子的決定 開始了 加油 這位導演應該是拍驚悚片的吧 你太讓人想不到了 走到那天牽手再過來示威啊 還一起滅掉耶 沒關係… 這是哪一招 壞不壞… 壞不壞… 這個是開玩笑的 這個選擇一定有原因的 為什麼會選擇優銳 其實他剛剛講的 讓我會有去想像到那個畫面 你說講的是 對於他自己的描述 第二段的時候 撒嬌部分嗎 沒有 因為其實他看片 我做菜這個東西 他可以不會做菜 因為我喜歡 很吸引你那個畫面 對 因為其實 對 然後兩個人一起看 就是喜歡的劇的話 我喜歡這個 我可以想像到那個畫面 這個對於一個忙碌的導演來講 這個休閒是非常享受的 因為其實回到家 其實還是會希望可以照顧別人 好 為什麼一隻包男主角亮燈 因為我覺得他會就是 覺得他是個很體貼 然後 我有時候很小女人 所以我需要一個比較 有時候會大男人一些的人 所以 這個大男人部分 一點都不影響妳 對 反而妳覺得是優點 浪漫 浪漫 眉頭都皺起來了 好浪漫 恭喜兩位 今天這是我第一次說 再一起去約會吧 好 導演 你是猜不透他的 王子的約會等你來喔 我超...超壓力一點 我以為她會選艾莉絲 因為艾莉絲 又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又有一個能力的女生 我完全沒有想要是我耶 對 我快嚇死了我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很 感覺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男生 就想要跟我認識 深入了解認識他這樣子 王子繼續約會當中 這邊有一位新朋友 叫婉柔 對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婉柔 我今年24歲 那我的職業是髮型設計師 然後我喜歡成熟穩重 又不會花心的男生 成熟穩重又不會花心 只有在本節目才找得到 王子的介紹請看 哈囉 我是邱光賢 代表 今年31歲 我現在在建築師事務所 當匯圖員 我平常會工作那樣是 與建築師一起評估 建築建案的未來展望 以及設計會圖 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工作 第二則筆下再告訴你 還會保密的 好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個 成熟穩重的男生 讓我們歡迎王子出場 好棒